据传说是一个和尚 在瓶子里面残留的物品 在瓶子内壁上形成了很多痕迹 这个痕迹很像一幅画 和尚由此受到启发 从此内画一处就形成了 我是高东升 今年59岁 是京派内画的第四代传人 从事内画工作 至今已有40多年了 内画跟外画不同 它是用笔深到瓶子内部 反手逆向绘画 难度非常大 要有很大的耐心 和很深的绘画基础 下一步我们可以开始画了 我是从事这么多年内画艺术 其实我是从内心里的喜欢 因为我觉得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样才能做好 在画作品的时候 有时候是非常兴奋状态 经常是画的一宿 把这个作品最后完成 画一些贴材 也是自己画自内心的 想表达一种心想 这样作品才能有生命力 现在的内画技法 不光是以前的传统技法 以前的传统技法 只是中国画的技法 以线为主 是三点透视 现在我们也融入了一些 西画的光景变化 西方透视这种画法 还有一些颜色 包括一些油画色 这幅作品 不单有中国画的水墨情绪 也融入了这些西画的画法 这样的作品出来 可能感觉更生动一些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 也更多的喜欢这门艺术